心裡的感覺 嘴巴縮的 這三個一直都不一致的時候 你會學活得越來越辛苦 而且最重要 現在弟兄姊妹 如果你現在不趕快調整過來 我在醫院 有時候會遇到人就是 真的不知道 他是說這裡 說這裡 說這裡 因為這三者之間 已經太久不一致了 以至於當事人自己已經不知道 這個三個之間 真的是一致 所以今天是神給我們一個提醒 在這個 我們都感覺很多事情未知 還有這個疫情的當中 是就說是 我們看下面的經文 神教我們 馬太福音五章 三三節三四節 這裡說 好我們一起讀 也幫助我們在Zoom上面的 弟兄姊妹們也可以請看到 一二三節 你們又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 不可背誓 所起的誓 總要向主謹守 只是我告訴你們 什麼誓都不可起 不可指的天起誓 因為天是神的座位 繼續 不可指的地起誓 因為地是他的腳凳 也不可指的耶路撒冷起誓 那在 因為耶路撒冷是大軍的精神 又不可指的什麼 你的頭起誓 因為你不能死 一根頭髮變黑變白了 你們的話 是就說是 不是就說不是 如果再多說 就是出於那二者 所以這次我們今天讀的主要經文 主要 耶穌對當時跟隨他的人 還有所有的群眾 他們都有很好的 宗教的背景 他們知道如果 如果我指的什麼起誓的時候 那代表是非常嚴重 非常有重量的 但是耶穌卻告訴他們 不可起誓 這就好像今天 我們其實反向反過來 對不對 今天我們講話 其實沒有像以前人 那麼樣的重要 或那麼樣的 很重的一種感覺 我們今天講話 沒關係啊 稍微改一改修一修 轉一轉 重新定義一下 所以大家說 也還可以接受 只要你解釋的好 我們還可以接受 但是在當時 並不是這樣 但是耶穌 對當時 跟隨他門徒 跟這群群眾 告訴他們 在神的國裡面 在神的國裡面 律法的最真的實現 就是你講話 不是單單指的天 指的地 指的耶路撒冷 指的自己的頭 起誓的時候 才有份量 或者是指的這些起誓的時候 才需要說 這是百分之一百正確 其實神要我們學會 讓你的思想 你的話語跟你的心理 跟你的生理 都要一直能夠是同步的 這是神要我們教我們講 是就說是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這幾節經文 是讓我們明白 咦 因為為什麼 你們又聽見 有吩咐古人的話說 不可背誓 也能所起的誓 總要向主敬手 因為有下面 這一二三四五 五處的經文所提到的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背景 這是在立位記 十九章十二節這裡提到的 這裡所提到的 說不可指的我的名 其講是 褻瀆你的神的名 我是耶和華 這是講到神的名 所非常的重要 不能濫用神的名 民宿記三十章第二節 人若向耶和華 許願或啟示 要約束自己 就不可食言 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要化行 神在教導這些百姓 從埃及出來的 從受到了奴隶以後 得了自由以後 他們說話要如何說話 這對我們來說 今天我們可能在一些場合 在一些要簽約了 或在一些台上的做教導的 或做權威或做專家的 你講話一定要帶著分量的時候 你會覺得 是是是是是 我要很重意 重意在這些 那可是你在其他一些時候 你可能不覺得 沒有關係 現在又沒有麥克風 現在又沒有鏡頭 現在沒有其他事情 我講的沒有關係 但實際上 這個並不是神所要 神要我們學會 不管在哪裡 我們的話代表的是什麼 就是真的是什麼 所以我們再看下面這個經文 生命紀第六章十三節 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 侍奉祂指責祂的名其事 這次講到敬畏神 侍奉祂 所以指祂名其事 當你說出來一些事情 你是倚靠祂的名 而來做完成的過程 生命紀十章二十節 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 侍奉祂 专靠祂也要指祂 祂名其事 同樣 最後一出經文 生命紀 OK 對不起 搞了半天 都說我沒開 好的 生命紀二十三章 二十一到二十三節 你向耶和華你的神 許願 償還不可遲言 因耶和華你的神 必定向你追討 你不償還 就有罪 你若不許願 倒無罪 你作理所出的 就是你口中應許 甘心所獻的 要照你向耶和華你神 所許的願 謹守遵喜 因為在當時很多的百姓 在神的面前 無論是獻祭 或有許願 表明說神 你若如何 我就如何 所以他們有最大的許願 所以神要他們說 如果你做許願 你就要還願 等一下我們會談到 那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那下面我們看到 神教我們不可歧視 這是一個思維上的 一個思想上的 就是我不知道你的練習是怎麼樣 當你要讓別人相信你所說的話 那你覺得對方好像還有點存疑 所以在當時他們就會 所以在當時他們就會 我指著什麼來歧視 表明有這個來 我身邊有什麼好看 你會說 你會說 谢谢大家